美国新增岗位暴跌到只剩1.2万 可是为什么华尔街选择无视 ISM制造业数据 其实只有一个关键 那就是企业们到底裁不裁员 那这次的报告反映了什么呢 有一个关键词值得注意 最后我们来说说英特尔的财报 公司昨天盘后暴涨 今天收涨近8% 是准备咸鱼翻身了吗 那么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今天的市场小幅震荡 三大股市都收涨 其中纳指上涨0.8% 道指上涨0.69% 板块方面 今天非必须拼板块 因为亚马逊大涨2.4% 公共事业板块领跌 跌超2% 今天早上最重要的新闻 显得就是今天早上8点半 公布的大肥农就业数据 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如何 美联储又会以什么节奏降息 都以仗这组数据 但这次的数据和以往不同 受到了飓风和波音罢工的影响 所以噪音比较大 今天埃及就给大家抽丝剥茧 梳理一下其中最需要注意的数据 以及它们背后的意义 首先我们还是要做一个 总体的了解 明面上的新增岗位 10月仅为1.2万 而预期在10万 乍一看这个数据 我还以为美国经济要崩了 但仔细研究才发现玄机 这其实是因为 飓风和波音罢工的影响 所以对于这次的新增岗位数字 华尔街基本上选择了无视 报告中就说 飓风Helen是9月26号登陆的 而飓风Milton则是10月9号登陆的 登陆之前已经有大面积的疏散工作在做 前者在调查之前 而后者在调查期间 但具体的影响其实有不同 如果熟悉大飞农的观众就会知道 大飞农是由两个报告组成的 一个是企业调查 一个是家庭调查 企业调查会问公司 准备招多少人来获得新增岗位 而家庭调查 则是问家里面有多少人有工作 再结合就业人口就能得到失业率 劳动部就说 这次的飓风对家庭调查产生的影响有限 但企业调查的回复率很差 远低于平均 一部分肯定受到了飓风的影响 但无法量化 所以从中 我们就得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那就是既然家庭调查影响有限 那么它反映的失业率应该基本可信 那么这次的失业率表现如何呢 为4.1%符合预期 也和上个月持平 这就是市场最希望看到的消息 劳动力市场没有恶化 但也不妨碍美联储降息 所以三大股指就因此上涨 C面上 投资者对下周美联储会议的预期 也已经完全确定 就是降息25个基点 到这里 这份大费农最重要的影响 就跟大家分析完了 但如果想了解这次报告里面的更多细节 那么可以继续往下看 这次阿基最关注的 是对上次报告中 新增岗位的调整 上次费农数据中 美国新增了25.4万个岗位 这在当时可以说 是对美联储未来降息预期 一次粉碎性的打击 市场从预期11月份 会降息50个基点 到开始怀疑 美联储会不会暂停降息 那么任何对上一次数据的调整 都有可能改变 我们当时建立起来的判断 那结果呢 结果是这次的调整 平平无期 上个月的25.4万 只被下调了3.1万 所以还是有22.3万个岗位 远高于前几个月的水平 8月份的数据倒是下调了不少 为8.1万 最终新增岗位 从15.9 下滑到了7.8万 那么这反映什么呢 反映劳动力市场 还在降官的总趋势当中 如果我们算一下 7月到9月新增岗位的平均 则为13.8万 这还是比过去年的平均要低 而且根据旧金山联储的测算 美国大概需要13万个岗位 才能够维持失业率 所以三个月平均是3.8万 并不能算多 那么如果总结一下就是 9月份新增岗位的暴涨 并没有改变劳动力市场降温的总趋势 虽然不至于让美联储大幅降息 但不会影响它持续逐步降息的节奏 另外一个较为重要的细节 是薪资情况 这次报告显示 平均时薪上涨了0.4% 还高预期的0.3% 全年则维持在4%符合预期 薪资相对来说 对飓风没有那么敏感 所以可信度还是比较高 那么这代表什么呢 代表全美的薪资涨幅 还是非常稳健 那么在通胀放缓的背景下 未来的消费起码是值得乐观的 另一组昨天公布的薪资数据 也反映薪资稳健 而且呈现了降温 这就是美联储最看重的薪资数据 就为成本指数ECI 数据反映 美国人的总体薪资 单季环比上涨了0.8% 略低于上个季度的0.9% 全年则为3.9% 也低于上个季度的4.1% 那么只要薪资继续放缓 新增岗位反映降温 美联储就没有停止降息的理由 另外3.9%的涨幅 也高于CPI和PC两个通胀指标 代表美国人的购买力再变强 未来消费可期 当然 有些观众肯定会说 这是胡扯 政府全都是假数据 物件还那么高 薪资难要跑赢 的确 每个人的体验是不同的 开支的组成也不同 而且我们更倾向于 拿物价的绝对水平来做对比 比如一条热狗 前几年是3-4美元 现在涨到了7-8美元之类的 我在这里没有否认大家亲身感受的意思 更多是从一个市场解读的角度 分享华尔街的看法 只要整体的薪资涨幅高于通胀 我们就应该对消费 对经济保持乐观 接着我们来看今天另外一份重要的经济数据 ISM制造业指数 其实看ISM 我们虽然会分析很多数据 但整体来说 关键的信息只有一条 那就是制造企业们究竟会不会开始大面积的裁员 制造业的变化一般来说 是经济周期的前瞻指标 但这个前瞻性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工人们必须要大面积的失业 只有工人们出现大面积的失业 那么制造业才有可能会影响服务业 从而拖累整体经济的表现 那么这次的ISM有没有反映这一点呢? 可以说没有 数据显示 ISM的制造业就业指数为44.4 依然处在萎缩区间 但高约上个月的43.9 表明就位萎缩程度有所放缓 而且这里面还包含了 飓风和波音罢工的影响 在这两个的影响下 就位指数还回暖了一点 就说明制造业的韧性还是很足 整体报告里面 很多公司提到了一个关键词 Right sizing 中文可以翻译为 合理化规模或者优化规模等 这个意思其实更像是挑肥减瘦 公司总体还是在减员提高效率 但不是那种恐慌性质的大裁员 而是想要优化用人结构 一些看好的领域 还可能会增加人手 企业们的评论 也大致反映这种情况 Facts在总结道 制造企业们还是谨慎乐观 主要对美国大选 关税 电动车的要求等很不确定 也担心新总统 不管是谁 政策都有可能推升通胀 所以他们还在观望 不愿意投资 需求也保持疲软 你比如说 一家机械行业的公司就表示 过去半年的销售很慢 但有意思的是 来询问产品的人 这次同比高出了30% 这意味着有一些积压的需求 没有被释放 大家还是在想 尽可能延后购买 或者替换设备的时间 那么阿吉认为 只要企业们对未来还保有信心 就不太可能出现大面积的裁员 这也就意味着 制造业对经济的危险有限 如果乐观一点想 不论最终谁上台 政策偏好都会变得确定 企业们也就可以开始做计划应对 反而会让整个行业动起来 有复苏的基础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处在一个观望的状态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英特尔 昨天财报出来后 公司股价就暴涨了15% 而它的话题性 甚至比亚马逊和苹果还要高 因为作为一家曾经如日中天的芯片公司 它这几年来一直在没落 核心CPU业务被AMD蚕食 芯片制造业务连年亏损 GPU又打不过英伟达 甚至不得已要拆分自救 关键是 它还拿了美国政府大量的补贴 结果依然是扶不起来 所以这次财报后的表现 就更值得关注了 公司是彻底翻身了吗 首先从财报数据上来说 这次英特尔交出了不错的答卷 记录营收为132.8亿美元 同比下跌了6% 但高预期的130.2亿美元 美股盈利更是显著 为正的17美分 而预期是亏损2美分 即使原本公司给出的数据 是美股亏损了46美分 但这里面就包括了公司重组的一次性支出 这个支出算下来为美股63美分 于是如果把这部分剔除 公司就是盈利的 那公司从亏损转为盈利 显示个值得乐观的消息 于是股价就上涨了 但这还没完 英特尔这次不仅双bit 指引还超预期 公司预计四季度 美股盈利会为12美分 大幅高预期的8美分 营收则略低预期 不过当一家公司在亏损的时候 华尔街其实不那么在乎你的营收结果 先扭亏为盈再说 那么一个非常值得问的问题就是 公司这次是怎么做到的 这样的表现可持续吗 好吧是两个问题 我们就先来关注投资者最关心的部分 英特尔芯片制造业务的亏损情况 只要亏损不再扩大 就算是一个好消息 而公司确实也做到了 图中是英特尔制造业务的表现 虽然最新这个季度 亏损为58亿美元 但包括了31亿美元的减值调整 这还是和公司的重组有关 属于自信支出 如果我们忽略掉这个影响 制造业务的亏损仅为27亿美元 略低于上个季度的28亿 这初步预示着公司开始止跌回稳 而这对股价来说肯定是个好消息 营收方面有一些值得乐观的迹象 公司最大的客户业务 也就是电脑业务 营收为73.3亿美元 同比下跌了6.8% 略低预期的73.9亿美元 但税中心和AI的营收表现亮眼 为33.5亿美元 同比上涨了8.9% 高预期的31.7亿美元 这是公司营收超预期的关键 从台积电等其他芯片公司口中 我们知道 AI方面的营收未来依然可期 而整体手机电脑行业也在缓慢复苏 所以在营收层面上 继续下行的空间会比较有限 那么如果营收基本能够保持 而且还止住了亏损 那就意味着盈利有了基本的保障 起码奠定了重新上行的基础 财报会议上 CFO也基本上呼应了这段分析 他说 预计四季度 公司会保持目前大致的亏损水平 但明年 当公司完成重组 聚焦在成本结构更好的支撑上 运营亏损将会显著改善 阿吉认为 其实这次财报后的大涨 基本上可以总结为 Better than feared 没有想象中可怕 公司还止血了 这确实是个好消息 目前来看 这看似是一次基本面的扭转 但问题是 这种扭转可持续吗 我们确实看到了管理层的决心 但管理层的执行力 现在还没有看到足够的保障 如果是顺境的公司 管理层可能还没有那么关键 但在逆境中 管理层就是决定性的 而现在 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证据 证明Intel的管理层 有令人信服的执行力 仅靠这次财报的数据 我不能会彻底改变 这家公司的投资逻辑 在我心中 它依然是个下行的巨头 即便固执便宜 我也不会选择投资 如果你觉得阿杰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 阿杰想请各位看官 帮我一个小忙 有空的话 麻烦帮我点点 下方置顶评论中 盈透证券IB的链接 盈透证券IB 正是我使用的券商 他们现在提供 极高的无风险利息收益 你投资账户中 为投资的现金最高可以获得 4.33%的利息 IB的另一大特点 是成本低 每股交易零佣金 相比于其他券商 IB的期权交易也非常便宜 此外 IB的换汇功能 经济实惠 IB提供市面上最好的换汇汇率 并且手续费低到可以忽略不计 如果你是深度交易者 IB的交易平台功能也十分强大 尤其是期权功能 功能期权 且方便上手 除此之外 他们还提供各种免费的研究报告 交易工具 以及及时的新闻更新 所有这些功能 都可以让投资者 能够在交易的时候 获得更全面的帮助 总结一下 IB既便宜又好用 是券商界的Costco 是良心券商 如果你还不了解IB 强烈建议 点击置顶评论链接查看详情 你的点击会帮我增加收入 也算是对我 持续更新节目最大的支持 按照惯例 我们再来个一周总结 本周三大股指涨跌不一 倒者小跌0.15% 标普百下跌1.37% 纳指下跌1.5% 小盘股罗素2000 则微涨0.1% 板块方面 本周通讯交流 和非必需品板块上涨 通讯交流银涨 涨超1% 取板块下跌 科技板块领跌 跌超3% 利率方面 本周十年期国债收益率 涨超3% 收在4.39% 两年期国债收益率 上涨2.6% 收在4.21% 市场还瞎化了 1830亿美元的新发国债 利率上涨一方面 可能和川普交易有关 还有一方面 和美国的财政前景有关 通胀担忧还未消散 石油方面 本周石油跌超3% WTI原油 收在69.29美元一桶 尽管伊朗可能会再度 报复以色列 美元收平 DXY收在104.32 比特币冲高回落 差点突破历史新高 现在收在69.9的上方 黄金同样冲高回落 小幅收跌 现在为2735美元一盎司 本周最大的宏观事件 就是周五的大飞龙报告 尽管噪音很多 但10里维持在4.1% 既减缓了经济担忧 又不影响美联储降息的节奏 三季度GDP 则为2.8% 超出预期 制造业持续萎缩 但幅度放缓 ADP大超预期 新增岗位超过20万 薪资继续下滑 各股方面 本周五大科技股公布财报 表现比较mixed 谷歌云业务提速导致大涨 相反 微软就因为云业务指引放缓 导致股价大跌 Meta双beat 但用户不及预期 明年资本开支显著增长 亚马逊利润率创新高 股价大涨 苹果iPhone营收 创三季度新高 但未来维持低个位数增长 大科技总体来说 体现了AI开始双收 但资本开支继续 下周值得关注的宏观事件有 周二早上10点 ISM服务业指数 美国大选 周三早上9点45 标普美国服务业PMI中值 周四早上8点半 出领失业金人数 下午2点 美联储例会 6点半 鲍尔记者会 这次是周四 不是周三 周五早上10点 消费者新指数 值得关注的财报有 周围盘前的Constellation Energy 伯克希尔哈萨韦 旺豪酒店 Pound of Palantir 周二盘后的超卫电脑 周三盘前的诺和诺德 CVS Pound of Arm AMC 高通 周四盘前的Vistra Energy Moderna Barrick Gold Pound of DraftKings Block Rivian Unity Affirm Airbnb 以上就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各位觉得我做的还不错 别忘了点个赞再走 事实处处不易 按照我们的支持 谢谢各位 祝大家周末愉快 Barrick Gold